其实这个竞赛大家应该不太陌生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 Open Data创新应用竞赛 只是往年呢 Open Data创新应用竞赛 是由经济部工业局所主办 而今年呢 特别是由我们的内政部统计处 以及护证师 交通部中央气象局 交通部资讯中心 以及科顾市 还有经济部资讯中心所主办的 而且我们特别的改名叫做 资料创新应用竞赛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各部会 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鼓励说 除了Open Data之外 我们可以再混搭其他更多的一些资料 来一起做一些应用的部分 那我们想马上进入正题 虽然刚刚是这样讲 但因为我们这个竞赛 还是以开放资料为核心啦 所以我还是必须得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什么是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呢 其实是可以被任何人自由使用 重复使用以及散布的一个资料 其实政府一直很努力的在做一些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刚刚听到这里 其实刚刚Amy有讲 到底政府开放资料 跟政府的公开资料 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政府公开资料 简单来讲就是 政府如果有什么样讯息 他可能要告诉我们 或是公布给我们民众知道的话 他可能会透过 就是他可能会放在他们的官网 或是说一些政府机关的公报 以及其他的出盘品 提供大家就是线上的一个查询或是浏览 那政府开放资料呢 跟政府公开资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最重要的不一样是 政府开放资料 是人民不但有知道的权利 还可以有使用的一个权利 所以他是以就是资料集为基本单位 来提供就是开放格式 来让大家进行就是 编辑啊分析啊公开传输 或是其他利用的一个方式 那第二个问题 开放资料要如何取得呢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 让我们的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来去做一个下载一个动作 像目前的平台大概资料集大概是 三万五千多品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资料的金库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金库 来发展一下自己的应用的作品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可以去我们的各部会 以及地方的开放资料的资料平台 去做一个下载的一个搜寻 以及下载的动作 例如像我们各个涉取单位 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些自建的平台 例如说像中央气象局的开放资料平台 国土资或是内政部的国土资讯系统 社会经济资料的服务平台 或是经济部的一个 经济资料主题导向的服务平台 或是我们可以混搭其他的 民间的一个开放资料 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 我们的主题竞赛的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办理这个竞赛呢 其实主要呢 就是为了促使民众运用资料 透过挖掘重组混搭等方式 发展具有创意 以及实用价值的产品 以及服务 那我们这次的流程 非常非常的简单 总共有三大流程 第一个报名 第二个是海选 第三个是决选 那我们首先来先看一下报名 其实我们报名的部分 已经就是已经开跑了 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就把握 赶快把握时间 我们的报名截止日 是4月19号5点截止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这个时间 4月19号5点 4月19号5点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报名的步骤 事实上非常非常简单 只要在4月19号5点前 线上报名 邮寄 就是我们的参赛同意书 以及上传我们的产品 产品或服务的一个构想书 三个步骤就让你报名成功 但是一定要在4月19号之前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了很多次 然后接下来报名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海选的阶段 我们海选阶段呢 我们会踩就是线上的一个评选 我们预计在5月中旬 会是公布晋级的一个名单 然后晋级的 晋级的团队呢 只要在5月底 就是来到现场来做发表 然后那个 发表的一个时间 跟正确的一个时间跟地点 我们之后等到我们比较确认以后 我们会再行公布在网路上 然后也会一一的通知获奖团队 所以请各位团队就不用太担心 然后我们这个决选非常特别 我们会召集所有的团队 获奖团队来到现场 然后来到现场与评审 近距离的一个交流 以及交流 然后我们就可以团队就可以依据 就是可能类似像说 评审的一些意见啊 稍微再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现场呢 就是会直接的 就是现场的评选以及颁奖 然后再来来重要 这个吃这个非常重要 来看一下我们的竞赛组别 我们这次呢 总共有四个就是竞赛的一个组别 四个设组单位来设助 首先第一个呢 组别是社会经济空间资料 即互证应用柱 它是我们的内政部统计处 以及内政部互证师所设立的 它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要运用内政部 国土资讯系统 社会经济资料服务平台的资料 的开放资料 来进行资料的混搭 以及分析应用 大家一定会有疑问 什么是国土资讯系统 社会经济资料服务平台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大家不要想得太复杂 其实这个平台呢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用内政部的一些统计资料 人口统计资料 或是像是经济啊 或是像地理的一些人口统计资料 再用空间分布的概念 视觉化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平台 去申请地理API 经济地理API 然后可以来应用在你的作品上面 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组别 这个组别还有一个重点要讲 内政部 除了内政部统计处 还有护证师之外 他们非常非常也推荐 就是大家民众 可以使用内政部护证师 所提供的人口资料 所以他在这边呢 有特别设立了一个就是 呃 中央气象区所设立的 他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你看这个组别的题目 其实就大概可以想象出来 呃 这个涉足单位到底想做什么 他其实主要只要用交通部 中央气象区的开放资料 来提供特定族群 例如像农民渔民 或是观光业者 或是身心障碍者 原住民等多元族群 因为这些不同的族群 其实有不同的需求 那我们到底 到底这些需求 要可以提供他们怎样的服务 让他们更便利 这就是要有待团队去做发想的 呃 我简单举个例 例如像农民渔民观光业者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产业 所以他们这个呃 中央气象局的开放资料 天气的开放资料 是不是对他们很重要 那当然还有不同族群 有不同的需求 那就给你们 呃之后去发想这样子 好 接着第三 第三个主别是 智慧交通资料应用主 这是我们交通部资讯中心 他们所设立的 呃 其实也非常简单 只要用交通部这个 公共运输整合资讯流通服务平台 的开放资料 来发展 以民众有感的智慧交通 呃 所谓的智慧交通 又是什么 其实 大家也不用想的太复杂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我国就是资讯通 资讯 呃 交通不变的问题 或是交通事故降低 像交通事故降低的一个问题 或是公共运输吸引力不足的一些问题 其实都是在智慧交通的范畴之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组 是经济开放资料应用主 它是我们经济部资讯中心 他们所设立的 呃 只要运用 呃 而且他们这次的主题 其实就是定的比较广泛一点 他主要是运用经济部经济资料主题导向服务网站的一个开放资料 来发想出去有创意多元的一个应用产品 呃 其实这个网站呃 大家可以真的有空一定要好好的去研究研究 这个网站非常非常贴心 他已经就是帮我们汇整 他是从民众的一个角度出发 发展了11项主题的一个呃 应用的部分 他也收集了这个11个主题相关的一些经济部的 相关的一些资料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他的一个主题 去做你们呃 你们的作品的一个发想 那好 那其实接着这边我就不再多说说明了 因为等会我们还有各个社组的那个就是长官们会在为我们更 讲解的更仔细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我们的竞赛的规则 我们参赛资格呢 我们每个经济团队每一队就是规定一到五个人 然后有一个人要为团队代表人 但大家不要害怕 代表人其实只是要负责跟我们主办单位 单位联系啊 或是确认一些参赛的文件 或是奖金的领取的等事宜而已 所以不用害怕 然后接下来参赛资格的部分 每一个参赛队伍至多可以报两件不同的产品 但两件产品不得同一组 这听起来好牢口 我马上来举例 就是如果说你的 如果你的团队你们总共有两件作品好了 你们有一件作品报了经济部开放应用 经济部开放资料应用组 那第二件产品就不可以再报这一组 必须得从另外三组当中 选一个比较符合你的作品的一个主别 来做报名的动作 那如果我们查获就是有重复报名的状况呢 我们有权哦 协调你们就是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组 一个主别一个作品来做参赛的动作 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竞赛奖励 我们这次奖金非常非常的高额 总奖金高达了130万 而且每一个主别最高的奖金 高达了10万元以上 对 然后就是这是我们的各个社主单位 所提供的一个奖励内容 还请大家就是参考 参考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对我上面的还有什么 对这个竞赛啊 还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资讯创新应用竞赛网站 或是利用我们的粉丝粉丝业黑猪金矿方 或是YouTube频道来来订阅来查看一些我们竞赛的最新的一些讯息 然后我们说明会的资料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放在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就是QR Code上面 四周也都有扫描 大家就可以稍微扫描一下 就是不要浪费 我们要爱地球 不要环保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你真的真的还有什么问题 而且你又太害羞了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徐小姐 我们的徐小姐都分机是218 她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为大家来服务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